中文字幕——YK 明清史的自尽城中出了人数众多的贫妃外 还有一类杨尊楚歌的女人 那就是公主们 与后妃们的争风吃醋名正暗斗不同 皇家的金枝玉叶自幼生长于身宫 虽有嫡数尊卑之别 但娇生惯养锦衣玉食是一定的 明清公主的详细资料所见史及记载并不完备 但民间传说和方间流言却不绝于耳 今天北京的西三环还有一个著名地名 公主坟 究竟所葬哪位公主虽无定论 但仍留给后人无尽的猜想 那么皇帝家的女儿究竟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 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党严厨年先生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带来系列节目 大故宫第三部第九集 金枝玉叶 我看今天在座的女生比较多 今天单个女生讲一讲公主 最后今天讲的题目是金枝玉叶 费三个小题 一公主人生 二明朝公主 三克敬公主 这公主啊 叫金枝玉叶 皇子呢 叫天皇贵咒 天皇贵咒我前头讲了 这金枝玉叶 我想借一个一件文物来 南京博物院收藏了一件很珍贵的文物 是一个玉做的叶 树叶 树叶上子呢 有一只蝉 那树叶上有蝉跟金枝玉叶什么关系呢 蝉呢 它有个名字叫金蝉 有个金 那蝉呢 老百姓叫什么 叫鸡叶有个枝 枝叶 金枝 落在哪呢 落在这个玉 坐在树叶上 金枝玉叶 一公主人生 这个公主啊 我们都听惯了 这词怎么来的呀 干嘛皇帝的女儿就叫公主啊 她有来源 据说呀 古代周天子女儿要结婚的时候啊 不由她爸爸做主 谁主婚呢 是由三公主之 所以就叫公主 也有的时候说呢 是同姓的诸侯主之 所以叫公主 历朝历代啊 把帝王的女儿都叫公主 一直延续到明清 所以明清呢 通常的把皇帝的女儿都叫做公主 也叫做金枝玉叶 这公主啊 叫法不一样的 大体上说 皇帝的姑姑辈儿的 叫大长公主 皇帝的姊妹辈儿呢 叫长公主 皇帝的女儿呢 就叫公主 清朝也这样 清朝又有一点变化 什么变化呢 就分嫡数 皇后生的女儿 叫顾伦公主 妃嫔生的女儿 叫和硕公主 等级有个区别 顾伦公主 待遇相当于亲王 和硕公主 在大体上相当于君王 有区别 但是也有例外 你比如说皇帝对这个公主 她妈 或者对着公主 格外亲密 虽然不是皇后生的女儿 也可以把它封为 顾伦公主 说起公主的人生啊 她的大事太多了 我想重点讲两件事情 一出生 二出嫁 以出生和出嫁为例 来看看公主的人生 大概一个女孩子 最终两件事情 一是出生 这自己左右不了了 再一个重要事情 就是出嫁 不现在我有个松口流吗 是吧 叫她生的好 不如嫁的好 学的好 不如嫁的好 是吧 这公主出生啊 和老百姓的女孩出生 有相同之处 也有不同之处 我给概括了下 明清公主出生啊 就是周岁以前 大事情有十件 我一件一件说 一 刨洗坑 这我们现在人都没听说过 和家生小孩 还刨个坑呢 皇帝的女儿要出生之前 要在昆明宫的后院 或者其他宫的院里头 由天天见 选地 选一个吉祥之地 在那儿刨坑 干嘛呀 小孩出生之后 不有台盘吗 那个台盘就埋在这坑里头 所以小孩出生之前 一是刨洗坑 二 被衣物 三 选儒宝 儒就是儒母 小孩出生之前 选奶妈 公主出生之后 不吃她妈妈奶 专门选了奶妈 精选 这下生了小孩不久 奶水比较丰富 政治条件也好 身体条件也好 各方面都查个严格 给了小公主做奶母 大概要准备两位到三位 甚至于到四位奶母供着小孩吃奶 儒还有宝 宝母 儒母就管给小孩喂奶 宝母呢 管看孩子 照个孩子 三呢 是悬儒宝 第三件事 四 是开扶口 扶 怎么开扶口呢 小孩出生后有一个丹 叫扶寿丹 给小孩自己穿上摸一摸 图个吉利 扶寿双全 一开口 就是扶 就是寿 五 是做洗三 就小公主出生三天 给这小孩洗一洗 洗干净了 这也是一个重要仪式 六 是生摇篮 第几天呢 小孩出生第九天 现在小孩就准备买个小车 小推车 那时候没这小推车 坐个摇篮 把小孩到九天的时候呢 就抱在这个摇篮里头 满洲不是原来的东北吗 第七 郭满月 满月这天起名字 正是命名 这个公主叫什么名字 八 是过百路 福路 树席 那个路 就是过百日 老百姓家也过百日 皇家不叫过百日 叫过百路 就是路 就是钱 一百天就有钱花了 其实公主生下就有钱花了 九 满洲岁 满洲岁这天呢 皇宫里头太后 皇后 皇帝 等等举行不同的宴会 祝贺这小孩满了周岁了 十是入皇谱 这个小孩也一周岁了 也满了 要正式入到皇家谱蝶里头 要说明这个小孩的出生年月日时辰 他妈妈位次是飞是贫是贵是贵是贵是常在还是答应 敌数要说清楚 太监的总管 最后报道内务府 再报道宗人府 正式入皇家的蝴蝶 入了家谱 所以这小孩从出生之前的准备 到满洲岁 这一年还是挺忙活的 酒鬼酒富玉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婚姻是一个家族的大事 皇家更是如此 那么皇帝嫁女儿有什么特别之处 公主的婚礼是怎样的呢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但是最主要还是出嫁 这公主的命运很大程度上 跟她出嫁有关系 所以下面我讲一下公主出嫁 公主的丈夫 明朝叫驸马都尉 简称驸马 清朝叫俄妇 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公主的女婿 公主的女婿跟老百姓为 老百姓的女婿 是男方戳人说美到女方 在旧的社会大体这样 皇家选女婿是女方为主 女方来选驸马 明朝初年 明朝初年选什么样的驸马 八个字 开国功臣 阴结废福 废和福 就是公主选驸马 重点选开国功臣和功臣之后 为了结成一个政治力量 巩固朝廷的政权 后来后来就变化了 不是以开国功臣为主了 后来选驸马 重点一个是财 一个是贸 财贸双全 哪选呢 选财在哪选呢 就在状元门地里选 万历的时候 选了一个驸马 叫杨春元 这个人是人长得也帅 才华也有 一查 他爷爷种过状元 所以他们家是状元门地 我们看戏剧小说 就是从状元里头选驸马 黄梅系女驸马 是明朝万历之后 传到民间 才从状元里选驸马 之前主要是开国一些功臣 他们之后来选 选驸马也要查三代履历 查家庭查得很细 奏报到皇帝那 皇帝亲典同意了 底下就一系列手细 皇家姑女出嫁和老百姓程序一样 大体相同 但是又不一样 你就拿定器来说 皇帝选驸马 是皇帝选驸马 老百姓家 是男方家 是求女方 到人家去定亲 这先选 选了有点异象了 就做完了皇帝 皇帝要见一下 这个驸马什么样的 看一看 在哪看呢 在宝和殿 宝和殿 皇帝声作 驸马进来朝拜 我来观察一下 把这事定了 定了之后 跟皇后也说了 跟太后也在做报 把这女儿要定给这个驸马了 这迎亲跟普通人家也不一样 进到皇宫 注意 您还不能进宫 驸马也不能进宫 就在千亲门外 到这个公主 就从后宫里头 这个轿就抬出来 抬出来到这个门外的 驸马骑着马先走 先回到他这个驸马府 那么宋家的 格格呀 府近啊 都是女眷 跟着这轿 一直送到这个公主府这 送到之后 举行一定的礼仪 拜着司堂 拜天地 喝进 喝交杯酒 完了入东房 他这女店就回到皇宫 还没见公婆呢 第二天 见旧姑 就是见旧公婆 见旧公婆 要举行一个礼仪 公婆打礼 但是有一条 大家注意啊 这公主跟驸马 就是不平等 驸马见了公主 行二拜礼 拜完了以后 公主不回拜 公主坐的 坐而受之 所以这公主 人就是禁止于役 跟她丈夫 不是完全对等的 完了就回门 酒鬼酒 酒鬼酒 富裕香 提示您精彩 继续 明庆公主的婚姻 看似风光无限 实则冷暖自知 有的原家 他乡 有的备受委屈 有的悲剧婚姻 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在男尊女卑的 封建社会 相对皇子们而言 公主们所承担的 国家责任和社会责任 都较轻 权力的争斗 也有见 在宫中 扬尊处求的公主们 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 但婚姻对于一个女人的命运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公主也不例外 虽然俗话说 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但明清公主们的婚姻 并非各个圆满 公主也有嫁错人的时候 大家说 你说了这是一般的 公主出生出嫁等等 你具体说说看 明朝公主到底是个怎么回事 所以我讲第二个问题 二 明朝公主 明朝十六个皇帝 根据明史的记载 皇帝的女儿 八十五位 这八十五个女儿 这个史料太少 我挑重要的 有意思来 给大家讲几个 第一个 永宁公主 永宁公主 是万历皇帝的妹妹 就是龙庆皇帝的女儿 这个公主大了 要出嫁了 这个朝廷里头 官员 谁也不敢想 就找一个公主 娶回来 这个京师 咱们北京 有一个豪富 特大豪富 这豪富有儿子 叫梁邦瑞 就梁邦瑞一想天开 他想娶着公主 你一个豪富子弟 你能娶到公主吗 钱来通路 黄金 白银通路 贿赂谁呢 贿赂了万历时候 那个大太监 那个大太监叫冯宝 数以万两黄金计 来买通这冯宝 冯宝能接近太后 太后就点头了 又买通张居正 当初在那里 张居正也不阻了 也可以 就把这个公主呢 就许给了这个豪富子弟 这个梁邦瑞 这个梁邦瑞啊 是个病秧子 又瘦又病 别人都觉得这事不成啊 那也不敢说 说了也不听啊 举行婚礼吧 就举行婚礼 公主下嫁啊 是不是啊 北京啊 满城都知道 公主下嫁了 走了一丈 吹吹打打 从皇宫 就花轿抬出来 就抬到这个 驸马府了 他拜天地啊 喝娇杯酒啊 这样驸马就 根本病了不成样了 站着都困难 别人掺着 翻掺新郎吧 也看不清是病是掺 喝娇杯酒 有个喝的时候 对这个新娘的公主啊 是 逼霜雪下 这别人俩逼人往喷雪 啊 这个潮袍啊 染上雪 这个太监会拍马屁 太监说什么 太监说啊 说这是挂红吉兆 衣服又挂了红嘛 这急照 当天晚上也没法入洞房了 那病都不成样了 一个月左右 这驸马就死了 这公主又凹头啊 你想想看啊 不久公主就死了 史书说啊 说这公主啊 嫁给这个病养子 这个驸马 没原房 夫妻没原房 唐唐公主 不知道房为之事 怎么回事 就这么wonderful 我再讲一个故事 就寿宁公主 寿宁公主 是万里皇的女儿 是郑贵妃的 生的 那是金嘎的 宝贵嘎的 选驸马 选出一个叫 燃兴让 做驸马 当时千条万选 选的母夫 大家想看 郑贵妃的选女婿 那容易吗 选上了 也吹吹打打 就嫁过去 跟着 注意啊 公主下嫁的时候 跟着管家婆 还跟着太阶 一块就去了 大家可能想不到啊 就驸马 驸书 驸马 公主 住公主 公主 想跟驸马 同房 就请示 请示谁呢 请示那个管家婆 皇宫派的管家婆 他点头他可以 他不点头你不行 公主 在有点私房钱 这私房钱贿赂谁呢 这贿赂那管家坡 管家坡同意 你夫妻俩再给一块住 不行点就分开 有的叔叔说贿赂数亿万金 贿赂管家坡 夫妻俩能够再一块过一夜 经常是不行 有一年八月节 清空万里 明月当空 这公主挺高 年轻的小公主 想跟着驸马就一块玩上 一块团圆一下 就派人 报告 管家坡 还没等管家坡回话 他觉得应该没问题 八月节目给先生一块住一夜 管家坡干嘛 管家坡正跟皇宫带的太监 叫赵晋朝 喝酒呢 酣饮大喝特喝 半云半醉 奏报那个人 你看他喝正高兴 这时候你不能打算的兴趣 就差不上话报 这酒喝完了 驸马已经到了公主房了 管家坡一言 我不知道啊 你怎么修这块房了 喊转 大夫喊转 又喊又骂又嚷嚷 弄的公主没有面子 你看我堂堂公主我先生到我屋里刚热乎热乎 亲热亲热 你叫说又喝又骂 这公主就劝了几句 这管家坡撑着酒疯就唾骂这个公主 金枝玉印哪受过这个啊 他觉得是污 受了污 第二天 公主和驸马就进了公 我想他夫妻俩就哭 对不对 进宫的说礼啊 找他爸爸呀 万历皇帝呀 找他妈呀 正贵呗 对不对 你不就是个管家坡吗 一个太监吗 我是金枝玉印 但是诸位 恶人相告状 这管家坡啊 他先到了皇宫 说昨天夜里发生事了 公主啊 和驸马 他们怎么不好 我管教 他们不服 公主一到了皇宫 要见他妈 正贵 正贵不见 叫你给我丢脸了 不见 驸马要揍 揍到皇帝呢 还没能揍到皇帝 这个大太监 这个 赵晋朝啊 带了一匹太监的胡姓钩的 几十人呢 在皇宫啊 把这驸马给打了 撕扯呀 打呀 这个堂堂驸马呀 蓬头垢面 靴子也丢了 光着脚 狼狈的回到了驸马府 公主哭着 也回到这个驸马府 一肚子无人气呀 这驸马又要写奏章 还没上奏章 圣旨下来了 说罚你呀 到国字街去烦醒三个月 再说 这管家婆怎么处理呀 这管家婆 管家婆说你这工作 做的太粗糙了 调动工作吧 把工作给调动一下 会安排别的工作的 我说堂堂的公主啊 堂堂驸马 也受这个窝囊气 这个民间都受不了这种窝囊气 所以我说这个寿宁公主 也无宁 太监是历史上特殊而神秘的一类人 他们身体特殊 内心不简单 太监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 系列节目 大故宫第三部 宫廷太监 明朝几位公主的不幸婚姻 令人感慨 但无论在哪朝 只要身为公主 天下的人家 就都不如自己的娘家 在中国古代 公主的身份 也有另外的作用 那就是政治联姻 自汉朝起 就由公主下架匈奴的责亲政策 唐朝的文成公主 远嫁雪域更是名垂青史 到了清朝 公主们的婚姻 又有了新的政治命题 上面我讲了几个明朝公主的事例和故事 清朝呢 我说清朝就讲一个公主吧 三 克敬公主 清朝82个公主 平均年龄23.1岁 成人下架的45个人 下架的公主 平均年龄38.8岁 清朝公主下架有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满猛烈印 清朝的公主 清朝的公主 格格下架蒙古的 有432个人 娶了蒙古的格格 就汪公贵族女儿的 有163个人 杜家记教授 在满猛联姻研究的书里头 做了统计 我就讲公主下架庆中的一个 就是克敬公主 克敬公主是康熙十八年 1679年生的 她妈妈呢 是贵人 郭罗罗氏 她排行第六 实际的算是老四 所以一般的叫做四公主 康熙皇帝就为这个四公主选女婿 可废了些了 选谁呢 康熙就选婿 选婿就是要跟外蒙古 当时叫外藩蒙古 就现在外蒙古 要联姻 外藩蒙古 就现在外蒙古 当时有三个部 中间这个部叫土屑土汉部 东面这个叫车臣汉部 西面那个叫扎萨克土汉部 外蒙古当时是三个部 这三个部以土屑土汉部为主 太重要了 那一面是俄国 那一面是 种个儿蒙古的盖带 这边就是内蒙古 一旦有点事情 直接威胁的中央皇权 早在皇太极的时候 外蒙古已经初步解决了 但是到了康熙三十年 就是1691年 这一年一个重要事情 就是康熙皇帝 在现在的西林郭罗盟的多伦 当年叫多伦诺尔 在这举行一个会盟 叫外蒙古三部 汉娜 亲王巨王都在这会盟 康熙皇帝亲自去 调节他们内部之间的矛盾 从土屑土汉部来 叫昏察多尔记 做亲王 昏察多尔记的亲弟弟 他的亲弟弟是 哲布顿丹巴胡杜克图 大活佛清朝主要有四个 达赖喇嘛 班禅阿尔德尼 青海的张家胡杜克图 和外蒙古的 这部分丹巴胡杜克图 所以这个土屑土汉部太重要了 在这个会盟的时候 土屑土汉土汉部的 他的儿子 叫格勒丹多尔记 做了郡王 格勒丹多尔记儿子 叫敦多布多尔记 十六岁 王子啊 很英俊啊 康熙就看上了 他这个四公主 柯庆公主 十三岁 心里头 心里头定了 就选他 做四公主的阿妇 他还要征求太后的意见 让皇太子 奏报皇太后 皇太后 宜准也同意了 把这门秦史初步定下来 到康熙三十六年 就一六九七年 公主也大了 就要考虑下架的事 下架在哪呢 因为这是在冬天 冬天要到库仑 就近乌兰巴多 就太远了 来不及 那就在北京 完成了公主下架的首席 第二年春天 再到外蒙古 但是第二年春天啊 这公主怀孕了 但也不便宜走啊 长途跋涉 不便宜走 就等把孩子生下来 生下来 过了一年 就是康熙三十九年 一七零零年 这一年呢 封 敦多布多尔继 是亲王 在这之前 他爸爸死了 所以他就继承做亲王 丈夫做了图谢 图汉部的 继承了汉位 又封了亲王 公主虽夫 去漠北 这是大使所去了 就决定去了 决定去了 又请师太后 就到了冬天了 十月份了 冬天行啊 太困难了 我问过乌兰巴托的一个教授 我说你们冬天最冷是多少 他说我经过的最冷是40到50度 零下 零下40度到50度 从北京坐车 咯噔咯噔 一直到外蒙古 这冬天我想象太辛苦了 第二年春天 说公主要回来 回来看一看 就回到北京了 回到北京肯定跟他爸爸说了 当地情况了 他爸爸也知道 说这样吧 说选一个府呢 在北京和库伦 乌兰巴托之间 选个地 你在这住 又是蒙古地区 就让官员选职 大家注意啊 康熙第二政盖尔丹的时候啊 到过规划 就现在和浩特 对那个地形上 他都很熟悉了 康熙四十政日 一七零三年时候 要选职 选职定了 定拿在叫做恩贵岭 现在叫吴松坝 就现在的和浩特市的新区 第二年就开始备料 石材啊 砖啊 木材啊 备料 第三个年头 就康熙四十四年 一七零五年 就正式动工兴建 到秋天就建成了 这个公主府占地啊 总乃说六百目地 现在还存着的 主体的二十目地 前头是隐壁 隐壁里面是 扶门 乙门 敬一堂 就是这个主殿 公主有些什么 正式的朝廷升旨 来了接旨 什么都在这 敬一堂丧子是康熙一笔 后面是后勤殿 公主的卧房 再后面是后照房 十五节 再后面是后花园 现在这轮廓 基本还有 西北园要保存 现在中国的公主府 比较完整保存 是金的 唯一的就是克敬公主府 在胡浩特 现在是胡浩特市 博物馆 管制 公主搬到公主府 这年是二十七岁 公主离开家了 想她爸爸想的妈 她妈也想这公主 她妈也去不了 公主见她爸爸 前后又见过五次 康熙想这个女儿 当爸爸的 康熙46年 一七零七年 这年康熙南巡 回来 夏天以后 就到承德碧尔山庄 跟承德碧尔山 继续往前 到了哪 到了规划 现在胡浩特市 共主府 诸位 从北京骑马 骑到承德碧尔山庄 大体上要七日成 从承德碧尔山庄 骑到霍浩特 大体上要八日成 骑着马 要半个月 才能到这个 女儿公主府 公主和俄妇 当然高兴 公主 有几个高兴 提前一天出去 就迎接她爸 迎到公主府 康熙在公主府 住了两夜 康熙把她的太子 任人 黄长子 任提 黄十三子 允祥等等 也都带去了 康熙和她女儿 害她几个兄弟 公主的几个兄弟 在公主府 享受了一把 天论之乐 后来到雍正继位之后 克敬公主 又封了 封成这个 顾隆公主 俄妇呢 封成顾隆俄妇 到了雍正十三年 克敬公主 病故 享年 五十七岁 留下儿子呢 叫根扎布多尔基 这根扎布多尔基 她这儿子娶了 儿子媳妇是谁呢 是康熙 那个老三 三个 成亲王 孕直的 那个女儿 格格 嫁给了 公主的 这个儿子 那么公主 死了 时候 这个俄妇 不在 不在 公主 在哪儿呢 在多伦 诺尔 在多伦 为什么在多伦呢 就是 俄妇啊 和 一个蒙古的 格格 生了一个 儿子 这个儿子 注意啊 这个儿子 就是 这就是 扎布尊丹巴 胡组 可多二十 他在那儿 护理这个孩子 俄妇听说 公主 并故以后 就紧急赶到了 公主府 完了 这个 房产 地产 反正有关事 怎么处理 就安置好了 到千龙园里 来年 护送 公主的 遗体 到 现在的 外蒙古 兰巴托 叫做 库伦 肯特山 有个 土蟹 土汉 家族 这个墓 在那儿 安葬 最后 我想说一点 皇帝的公主 金枝玉叶 我们一般人 老百姓 都黑养墨 金枝玉叶 既享受到 一般人 所享受不到的 富贵 也承受到 一般人 所承受不了的 那个 礼法的约束 公主在皇宫生长 嫁为人妻 两个大反差 第一个身份转换 你原来是金枝玉叶 你嫌做人妻子了 做了公婆了 而媳妇了 地位变了 第二是生活条件 巨大反差 您在皇宫生活 喝到库仑 零下四五度 五十度 冬天 生活巨大的变化 但是您要承受这个 特别是碰到 政治巨变的时候 很多就做了 政治巨变的牺牲品 人生命运 难以预料 平平安生活 一切就好 下一讲 讲宫廷太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